台灣籍兩艘漁船上個月24號在花東外海捕魚 卻遭到日本公務船艦追逐喊話驅趕 海巡艦艇獲爆之後,趕底釋放海域 透過廣播宣示主權來反擊 逼得日籍船艦趕緊駛離 日本公務船,我鼓勵 這裡是中華民國海巡族財頭線 你已經進入我國專屬經濟海域 我國千頓級海巡艦艇台東艦 不停透過LED跑馬登機廣播 嚴正表達主權立場向日本公務船喊話 台灣籍兩艘漁船宏級財號及幸福稱號 在花東外海捕魚卻遭到日本公務船驅趕 海巡署在貨爆後,立即派遣線上巡防艇前往協助 艦艇抵達該海域後 發現日本公務船以後 就廣播嚴正表達我國主張 專屬經濟海域立場及誤干擾我國漁船作業的情形 所以日本船艦就已經死離 由於目前進入漁汛期 漁民出海作業頻繁 而遭到日方驅趕的兩艘漁船 都是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範圍 漁業署認為日方已經侵犯到我國漁民的合法權益 特別透過台日漁業交流平台向日方提出抗議 卻遭到一讀不回 海巡署表示 近期來偶爾會發生漁船在台日重疊海域捕魚 卻遭到日本公務船干擾的案件 海巡署已經針對相關的海域做強化勤務部署 要維護我國漁民權益 確保漁民的作業安全 謝謝徐立騎 華臨港報導